黃珊珊這邊想要狂轟陳時中卡疫苗 果然就在今天又被問到了Ban一題 我們來看一下黃珊珊的反應 好 我不曉得為什麼要一直說這個人是誰 你可以看到這段訪問 感覺起來黃珊珊是有怒氣的 好 為什麼要一直問呢 就是因為你沒講清楚 還記不記得去年7月的時候 不交代Ban是誰 黃珊珊說到此為止 如果讓你當市長了 你會不會也跟議員說到此為止 質詢到此為止呢 瓜別人鬍子的前提是自己鬍子要乾淨 就是說今天不是因為黃珊珊沒講清楚 Ban所以大家追問他Ban 是黃珊珊公開說害命必遭天前 去攻擊陳時中 那大家就問好喔 那害命要遭天前的話 那我就看你有沒有害命啊 那比如說你疫苗 你先給好心肝 卻沒有給真的需要的人 這種特選疫苗有沒有害到命 這我會檢驗你嘛 對不對 還有呢 明明那個時候 大家都還在努力做疫調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 台北市唯一一個喔 就是說上傳這個足跡清單 台北市掛鈴的唯一個限制是台北市喔 那請問你不去做疫調 旁邊的人怎麼知道我有什麼足跡 我不知道有沒有結束都確診足跡 我怎麼自主健康管理 沒有嘛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害命 你要不要去到趙天前 還有啊 環南市場啊 早就跟你講要爆發了 結果呢 不去匡列 說什麼要創新的方式 先打疫苗 打疫苗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們就講啊 那是疫苗欸 不是解藥欸 你現在已經有人確診了 你不去匡列 不去做疫調 你直接打疫苗 你只會讓更多人確診啊 那請問 你要不要著手到天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這個公平的 他說 講外面當然可以自身於事外 因為他是這個立法委員 可是黃三恩不要忘了欸 你那時候 整個台北市的防疫指揮官是柯文哲 然後呢 你是在第一線的指揮官 那台北市那麼多防疫的肉 你怎麼好意思去講陳忠 害命必遭天前 這一塊 另外一塊 我在講這個疫苗採購的部分喔 我坦白講 很多人都可以去質疑阿州 可是台北市政府 沒有資格去質疑阿 陳時中啊 因為你是唯一一個縣市 把採購疫苗 當成政治資本來去做操作的縣市耶 你公開說 我民眾黨什麼什麼常委 有什麼管道認識誰誰誰誰誰誰 我一定要幫台北市買250萬劑疫苗 是因為不要28億給我 哇 那時候陳忠名調多高啊 哇塞 那時候柯文哲名調多高啊 哇塞 陳忠做不到的 柯文哲做得到欸 然後呢 柯文哲可以做到跟台積電一樣厲害耶 結果呢 屎底下拜託議員 沒有了 塞預算 拜託啦 28億把我刪掉啦 不然我預算沒辦法執行啦 欸 你是一季都沒買到的欸 阿中在怎麼賣 後來還是來了嘛對不對 如果今天是台積電 罵阿中發摸摸鼻子算了 欸你台北市 把疫苗消費成這樣 老罵人家 最後一季都沒買 快篩也不買 結果呢 你現在一副好像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說 哎呀陳時中這很糟糕 欸我們是瞎了是不是 再糟也沒有比沒有你那麼糟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大家要公平啦 就是說如果你要檢驗一個 就同一個標準來 我很討厭柯文哲就這樣 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那黃珊珊呢 我現在覺得有一點這個柯文哲話 好像對他而言喔 我去檢驗你 我只要今天可以檢驗你就好 我不用拿我的過去 來去跟你今天的你來去做對比 這是非常糟糕的政治文化 但沒關係 我會幫大家回想起來 讓大家記得台北市是唯一一個消費疫苗的縣市 台北市是唯一一個預算編了一劑疫苗都買不到的縣市 台北市是唯一一個那時候上傳22縣市 只有兩個縣市沒有任何確診者足跡 一個叫做金門縣因為他沒有確診者 另外一個叫做台北市因為他不疫調 他是唯一一個發現群聚感染的趕不隔離在環南市場 說我用串心方式去幫你打疫苗把疫苗當解藥的縣市 這就是台北市 但我們要請教石旗姐那你說遇到黃珊珊她現在是不是為了選舉 真的在攻北纏了 因為我們把這個時間軸拉開來 我們就印象很清楚嘛 當時柯文哲不就說疫苗不買了嗎 還拜託議會幫忙三預算 而且還跟游淑慧連說11次我錯了 那現在怎麼黃珊珊又回來打無桌戰呢 而且黃珊珊好像完全忘記Ban到底是誰了 你今天有被問到喔 最先引發這個特權疫苗風波的其實就是在台北市的好心肝診所 那個Ban到底是誰 一直到現在為止 黃珊珊都沒有跟大家做一個交代 好那如果中央買疫苗這件事情 哇都是錯都是錯都在擋都在擋 真的很很壞 陳時中就是一個十大二人之手的話 那我們就看看那台北市呢 台北市有沒有為了台北市民的生命 然後呢努力的去去去買疫苗也好 去做一個公平性的照顧也好 這個就清清楚楚的用時序可以打臉黃珊珊啊 黃珊珊你自己不但這個暗示交易給Ban 而且當時你台北市政府還編了二十八億喔 就說啊我們要來自己買疫苗 可是當時的狀況就是疫苗不會賣給地方政府嘛 這些東西大家都已經討論過 好那你台北市買不到疫苗你就只是說啊 我跟你講我要編二十八億買疫苗 創正就是弄出一個假象 喔你看我台北市有在做事 結果呢你根本就沒有買嘛 你二十八億到最後是怎麼樣子呢 拜託市議員欸可不可以拜託把它刪掉 刪到剩下最後一千塊這樣 當時游淑惠還建議你台北市政府喔 你要不要就去買一些 這個這個快篩劑啦也是防疫用品嘛 就不要全部都刪掉啊 還是可以幫助台北市民照顧健康啊 然後台北市政府的講法 喔不用那個中央會給我 然後問他說欸那請問你們編了預算 如何執行這二十八億買疫苗呢 衛生局長直接告訴你說 喔沒有我沒有我沒有任何的計畫要買這個疫苗 所以你就是從頭到尾都在都在呼嚨人 你根本做出一個樣子好像我有要幹嘛 但其實我根本沒有要幹嘛 我也無能可以幹嘛嘛 那所以現在黃山用一個這麼凶的字眼 去說陳時中謀財害命 然後呢國民黨也也很猛喔 那個用詞都要比辛辣的喔 國民黨就說哇這個站在屍體上面前進啊 其實目的都 陳前總統說的 目的都只有這個 蔣萬間還很好笑 蔣萬間其實只有政策公佈 然後當然他政策公佈呢 沒有人知道他的政策是什麼東西 他的主軸就是 陳時中是大壞的人 陳時中啊不是公主的人民演 不是傻子等等的 也就是說其實對於藍白陣營 他們欠缺了議題 市政議題設定的能力 然後所以他們必須回過頭去 時空倒轉回到過去的那個時代 去跟你吵 已經吵過一大輪的疫苗的爭議 就有一點就哇 你的人生好慘喔 為什麼一直在陷入過去的泥鬧裡 一直走出來 大大的記憶你知道嗎 對 可是我們的時間是往前走的 我們一直在看未來 我們希望台北市可以 可以按照時間走一直往前走 但是這兩個候選人 不斷的帶著大家往回走 往回走 你不要往前 你的人生是往後走的 這很糟糕嘛